想要一起工作的人 无所谓啊 如果你们这么觉得 我就也无所谓 我们的摄影师盖林泽呢 决定给他们在海洋 做一个水底的拍摄 当做他们的奖励 所以我们今天的训练呢 多了一项内容 大家会有一个小小的比赛 看谁在水中的编戏时间最长 编戏时间最长呢 就会有跟盖林泽摄影师 一个水上拍摄的机会 那现在看来呢 比赛确实是很有鞭策力的 姑娘们的训练 更努力 更认真了 毕竟每个模特都希望 与盖林泽有更多的拍摄机会 编戏训练中最难的一项 浅到五米深的泳池底部 已经非常费力气了 然后再坚持在泳池底部 坚持憋气 这对于模特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0秒 今天呢那个比赛结果是 憋气时间最长的是 Karu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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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吃什么 好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刚才我们观察过了 Tina的表现不是那么好 就是她没听指示就下去了 Tina 刚才讲什么 刚才讲什么 我刚才讲是一个一个一个下去 你开始干什么 你看我已经下去了 你要一个一个下去 你明白吗 他们身为制品人 他们就天天在抱怨 然后我去教Tina 有有 他们还在那里说 凭什么这样你叫他 但是我觉得 他们说这么多东西 能帮助Tina吗 不能 就我在下面就一直咬的那个东西 对 然后 对 然后因为现在下面是训练吗 你要是感觉不须 你就这样 觉得Diva每天在水里面 跟我们一起训练 这样子做 没有什么不好的呀 包括 我们 我们不会怎么样控制好自己的呼吸 Diva都可以在旁边指导我们 你先到一边 我们先在拍 你在那边干什么 我知道他 他没有想 我们在那边拍摄 你知道吗 你好跟我屁事啊 今天来你又迟到 你要说你自己producer 球点之后你几点来了 10点半你才过来 你算什么producer 他叫你说 你他知道的球啊 你讲了几遍来着 我跟你讲了几遍来着 那我刚刚说下去 你又叫我说不要吓吗 吵吵吵 吵屁啊吵 你嗓门大你有理了是不是 你嗓门不到吗 你嗓门更大我跟你说 行了你赶紧出去 他妈他就是屁事 每一次就吵个没完没了 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Jesse就是在找茶 他就是有意见 我怀疑他是不是没读过小学 还是没读过幼儿园呢 以直升机为主题的拍摄 那这个拍摄是对模特们的一个奖励性拍摄 因为Carl赢得了这次的拍摄机会 那这次拍摄我们特意邀请了两位男模特 来协助我们的拍摄 这个主题也非常富有创意 这次变成Carl去拍这个land shoot了 那可能确实我这次没有做好吧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 一定会超过他 这次的拍摄是我第一次和直升机和飞机一起拍摄 这次的照片对我意义很大 中式寺庙前模特们呢 也各自分享着他们的信仰 讲述着他们不同经历 我们终于可以出去透透气了 其实我们训练真的挺苦的 另外呢这是家道教的庙 所以说呢它有很多课啊之类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扁排呢 而且还是中文的扁排 所以说呢让人感觉很新鲜 异国他乡的道教寺庙 这里的建筑以及人文气息 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扬 中式的屋顶与红墙 以及牌柄上的汉字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无处不在 对于这么长时间的艰苦训练 也是一个小小的放松 并可以让我们来到这里 拜神祈祷一下我们的寿 能够顺利地完成 在这边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跟每一个模特之间的感情 越来越深了 我们天天一起训练 一起吃饭 一起住在一起 任何时候都在一起 就越来越觉得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们与美工指导观察了 各项海底的情况 最终选择了这片海域 作为我们的拍摄目标 对 这个地方也比较适合我们今天拍 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你看一下 我们能看到底下那个海藏吗 对 所以说海的那个清晰度 能见度还是可以的 查一下适不适合做拍摄 OK 好幸运 Giselle勇敢地跳下了海 努力去寻找适合我们拍摄的海下场地 并且让它需要跟美工部门进行密切的海底沟通 来讨论一下是否适合我们这次的海底拍摄 看一下 OK 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呢 因为刚刚那会找的那个location不是特别好 现在找的location visibility 然后呢还有那个海浪都非常好 很适合水下拍摄 什么shooting啊 化妆间出海前 Tina看得出来呢 非常的紧张 就连其他模特跟她开玩笑 都不能让她完全放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